哈囉,你好,我是牛奶爸 今天是我車禍之後的第14天 剛剛好 2 weeks 兩個禮拜啦 兩個禮拜的狀況是已經比較好一點了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痛 因為之前這樣連舉都舉不起來 現在可以這樣舉起來了 然後彎還是不太難彎,所以要用手 用手幫 右手幫左手 手指關節動一動,才不會僵化 僵化以後就不能動了 所以要把它動一動 手指關節聽說幾天不動 他就會開始僵化了 所以一定要幫他動一動 不然以後復健會蠻痛苦的 因為昨天BNI 昨天禮拜二嘛 每個禮拜二我們都有BNI開會 然後 裡面 昨天是教育訓練 就是內部訓練 然後昨天講到一句話 我覺得蠻認同的 這句話是說 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取代堅持 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取代堅持 天賦可以嗎? 天賦不行 天賦不能夠取代堅持 有天賦但是不成功的人太多了 那天才呢 天才也不能夠取代堅持 因為呢 成功永遠不是屬於天才的 這是屬於 這是一個真理 所以很多天才 並不是因為他天才所以就成功 不是喔 很多天才他也沒有成功 教育也不行 教育也不能夠取代堅持 因為呢 受過教育的廢物到處都是 當然 教育是必要的 但不代表你受過教育 你就一定能夠成功 那什麼才是成功的關鍵呢? 重點就是 堅持和決心 才是成功的關鍵 所以 本來啊 我是想說 這個手受傷了 有一個理由跟藉口 就是 八點檔就不要再發 然後昨天上完這個課呢 我就 我就 我就又讓我 那個 堅持和決心才是成功的關鍵嘛 所以其實 就算一隻手受傷了 但是我還有另外一隻右手 然後我的右手呢 其實我 一隻手打字也是ok的 或者是呢 我用語音輸入 用嘴巴唸 然後再用右手 手去修正某些措置也是ok的 只是啊 人在受傷或生病的時候啊 負面情緒是很強的 而且會為自己找各種理由和藉口 不去做你的工作 不去做你討厭的事情 那其實 呃 網路型號八點檔也不是我討厭的事情 只是呢 平常 我在打字的時候 是兩隻手指頭在鍵盤上面打字 會比較有靈感 我不曉得為什麼 反正就是打字的時候呢 就會 文思泉湧 就會開始 把我想要講的話打出來 可是我如果是用講的 我就不一定能夠想出 我想要寫的那些文字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 大腦的功能 可能是因為反應不夠快吧 所以我很佩服一些講師啊 能夠講的頭頭是道 然後呢 又不用打草稿 那 我目前 講的比寫的還要差 這是事實 所以 我寫出來的文章 會比我講出來的 演講內容還要好 所以呢 呃 看了這段話 堅持和決心才是成功的關鍵 那最近因為手受傷之後呢 我上了很多網路的課程 可是呢 因為受傷的關係吧 就是 看了二三十分鐘 或者是有時候看十幾分鐘 我就不想看了 我好想要去休息啊 睡覺啊 放空啊 反正 我不曉得人受傷之後 就是常常會 想要放空吧 然後又一方面又快過年了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我好想要放年假 好想要放年假喔 好這句話呢 就是跟你們分享啦 堅持和決心才是成功的關鍵 不管你有沒有天賦 不管你是不是天才 不管你受了多高等的教育 都不一定有用 如果你不堅持 又不下定決心的話 那離成功兩個字就會很遠 那你說成功到底包含什麼東西叫成功 其實成功的定義 對我來說很簡單 就是去做一個 你想要成為那樣子的 你喜歡的那樣子的人 譬如說我的偶像 我給你去做一個 想要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